大家好 欢迎来到希望之称财经观资站 我是主持人石头 今天做下我们的节目的是海洛外的著名经济专家王俊鸿先生 王先生你好 王先生刚才听不到你的话 你再和我们讲一次 石头哥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 这一次听到了 刚才那个声音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这一轮一直在讨论美国的颜红问题 似乎王先生每一次都讲中了 今次也在提醒大家 科普一下这些经济现象 什么现象呢 就是美国现在在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债务上限的问题 债务上限如果是违约的话 尤其是美金违约的话 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其实这个大家可能有些人知道 但是是不是知道得这么全面呢 影响会有多大呢 今天请王先生和我们聊一聊 因为每一次一年之后 每一次都会在这些时间 都讲债务上限的了 王先生 是 你好 是 最新消息来说就是 5月10日 我看到就是 美国政府 现在联邦政府 可能是6月1日左右 就是要面临一个 债务违约问题 拜登和国会的领袖 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不过这一场提高举大上限协商 目前来说是没有进展的 双方可能是我们明天再开一次会 他们 其实来说就是 拜登的说法就是说 他不确定会否违约 因为95%的成员 认为国会和华盛顿的重要的领导 重要的官员认为 就是违约可怕性很强的 他也不想说违约造成的后果 那其实就是 你刚才说得很对 就是经常都说债务上限 跟着来说就是 如果突破债务上限 可能就是不够钱 违约就变成了违约 那什么叫做 美国债务上限是什么来的呢 那就是在1960年以来 就是美国实际上 就是经常都有债务上限 总共到今年以前 1960年到现在 听我们说的已经是73年以来 就经了78次的债务上限 就是一年仍要多过一次的 一年比一次仍要多 那这78年来 就是美国的国会 都是提高债务上限为主 那其中就是 我们看到是49次的共和党 就出任总统 29次就来自民主党 那原来来说是用来限制 就是本身债务上限做什么 就是上次节目我们讲过 其实政府本身来说是很喜欢用钱的 那这个本身债务上限 就是基本上是限制 美国联邦政府 不要超过 就是不要过度使用钱 不要过度借贷 超过预算的这样的 就是乱使用钱 就是限制性法令 但是实际上看回 就是我们讲的 60年到现在来说 是从来都真的 不是真正是有能力限制到美国政府的举债 也有一个说法 就认为一个闹剧 那我们讲回为什么会是闹剧 其实也不是完全是闹剧 那实际上来说 其中呢 有几次的债务上限协商 是没有按时通过 是造成美国政府关门这样的困境 那这个上限呢 英文叫debit limit 那这个实际上是 实际上很多人认为 是不会出现太严重的问题的 那最严重呢 只不过是造成美国政府 因为没有经费而关门 那如果是一般坊间的说法 就是美国的国债上限 那如果真的到了 那会有什么情况呢 就意思是你不准再花钱了 就相当于你的credit card 你的限制去到了 那又变成了一个就是 第一个就是没有假期啦 政府官员啦 第二个可能我们办的 所有签证移民啦 手足可落 可能没人帮你做事 延续啦 图书馆关门啦 这些National的公园 可能就会停业啦 跟着就是说 一般的军人可能就 就是还可以正常地运作的 執法部门还可以运作的 但是其他的部门呢 可能就有可能就会有影响 只不过是在 它不会影响什么呢 就是军队 司法部门 银行 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FED 就是美联署 和证监会 和火车航空油局 这个还是正常的 但是其他的一些 就是非必要的服务呢 就可能会停摆的 就是我先讲一次大方向 很多人认为为这个 債務上限 会不会影响投资市场呢 那么从1977年以来来说 就是 其实对于那个SP500指数呢 是没有太大的那个威胁 那么根据统计来说呢 就是17次事件中 就是关门开始 有8次是下跌的 那么不升反降有4次 那么其中其间就没有什么 又不迟 所以那个股市那个相关性是有 但是总体来说 不是直接那么影响 就一关门就马上 股市大跌了 那么就是債務上限 就是很多人认为闹剧 包括那个桥水基金的总裁 那个叫做Darley O 他经常都说叫做《走鬼论》 那么他认为就是 他在那篇叫做 《债务上限》 和《债务闹剧》和《浩果》 这篇这样的评论里面说 就是美国债务就好像一场闹剧 一帮酒鬼来制定法律 执行喝酒的限制 就是大家一帮酒鬼很喜欢喝酒 大家就定一样出来 就不要喝太多 那每次喝到够量的时候 那他们又开始进行谈判 谈判又开始消除限制 喝多一点点 直到下一个的限制来说 那基本上是一个 就是Darley O 的说法 就是那个很滑稽的这样的做法 就是实际上来说 最后结果都是 走鬼还是继续喝下去 那美国的那些上限危机 是不是曾经发生过 就是大家很担心 是不是真的如果来那个 就是花钱到上限 而国会不批准你再借新的钱 就是意思是 美国政府 就是已经洗凸了 就是已经不能再有任何资金出来的时候 那又发生了违约 因为美国政府包括来聘用的人工 聘用的很多的外国工程 到其他的一些合约 那这些是违行不了的 那这种情况会不会真的发生 那好了 看回 基本上第一个事情 美国债务上限 碰到它或接近它 是年年上演的 刚才我们讲的 就是七十多年 七十三年里面 七十八次 一年多过一次的 那又根据现在美国裁定部长 一段说法 就是债务发行暂停期 在1月19日开始 那迟流到6月5日 就是意思说 就是因为 1月19日到6月5日之前 这段时间 美国就不准去 就是发生債 那你到上限来说 你就不再移动 因为你已经没有credit了 那所以来说 就是说政部的现金 和特别措施 是不可能说 就是基本上 是6月份之前 如果用尽了的话 那如果是6月份之前 所有现金用尽的话 就是会违约的 那这一轮说法 就认为 就不是很可能用尽 但是根据我们业界的 就是经济学界认为 就是如果不提高 那个债务上限 美国政府应该来说 就算过到这一关 就去到8月份来说 它都会完全用完 那它当时是 没有考虑到 就是我们之前讲 上期讲的 那个 美国中小银行倒闭之后 它可能会增加全本保证金 注资到FDIC里面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FDIC本身来说 它交保险是一倍 现在就是很多没有交的 所以我们预计 美国特政部是会注资的 所以我们认为 就是说 看下来 原定的8月份用完 可能是6月份之前 我们认为已经用完了 大家记住 其实不是说 美国政府连年都可以去 招一些钱去拉高上限 其实上限的意思就是 美国政府总共的 都可以用这么多钱的 只不过美国政府 每年都用得了 就是收入不敷出 所以导致 每年都跟国会讲数 就要求将上限拉高 那么国会是 虽然认为闹剧也好 它们每年都会限制政府用钱的 那么这件事呢 在外界看来 尤其是在中国大陆 我看到这段时间 是很蜜落紧固 去报道这些新闻 你认为是个闹剧 搞笑 认为美国政府是 就是乱用钱 那么这个 是乱用钱 是不是乱用钱 我们不讨论了 但是实际上说 那些机制就是 其实就是 三权分立 国会是限制着 美国联邦政府这个行政 就是它的权力 就不可以 因为它不可以说 超越了国会定的一个标准 其实这件事是长远来说 令到美国政府是 虽然都是我们说的 美国政府都是人紧抄 都是在发货币 但是不会太过夸张 那么当然来说 如果说真的美国政府 是用钱还凸了 例如现在那个 中仙银行的危机 它要注资下去的话 因为美国政府一年 是几千亿美金 差不多的一个 一个这样的灵活用的资金 一万亿左右 那么如果是突然间 你现在那个 银行问题 要动几千亿的 可能就会令到这个 这样的上限就会突破之余 就可能会更加多 因为现在 我们上个月计算过 应该是到五月底 基本上就是 31.4万亿的美金上限 基本上已经是会到到 它现在这一轮就说 可能去到七八月份 就会陷入危机 但是我们认为 其实可能过完 那过完来说 就基本上 已经是用到顶了 那么这个原因就是说 他有没有运钱 是要再准备金的 或者好 或者弥补这个 这个银行危机的问题 是 尚哥 嗯 如果在这种 这样的情况之下 的话 你刚才说了 如果是 债务上限的话 出现了问题的话 他现在用的工具 听说是说 只不过是 例如打个比方 好像那些 员工的退休金 他不会存 拿到那些钱出来用 或者在这里 拿一块钱出来用 那里拿一块钱出来用 是一个填灯毯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 实际上来说 肯定是 他自己来说 一方面来说 是会压缩他的开支 就是刚才你说的 可能是会抽离的部分 因为如果 我们先说 假设没有这个 中心银行倒闭 到上下的时候 本身来说 国会每年都可以 跟美国联合政府说 你不要花那么多钱 就要省点花 美国政府 当然以各种理由 认为要花多些钱 其实这个矛盾是 必然存在的 不然权力 一定要实力控制才行 你说得对 如果现在来说 突然间 在正常开支的情况下 八月份用完 为什么会提前 两三个月 可以吵这件事呢 由于我觉得 另外一笔钱 在内容中 他肯定 正如你所说的 会尽量炸肝 或尽量压缩其他的部门开支 包括可能 养老的支出 甚至其他医保、社保 会制喉一些给 那它因为政府 都要买单给公司 可能就会多喉一些 就是先欠着 那这个是必然的情况 那 違約的意思是 它已经无力去给 甚至是超过时间之后 而承受方案 我不愿意给你剪期 我不愿意给你 那我就要告联邦政府 那叫做违约 是这样的意思 那这段时间 其实影响最大的就是 这些我们说的 那个企业 企业其实有点担心的 因为 债务上限 它也都有可能 就是我们说的 有可能 就是它很变相地通过一些 就是税务部门 其他方式去 找这些企业的财务方面 就施压 就要求它 那些税是否早些交 或者那些 和政府之间的那些 有合作的 那些钱是否可以迟些给 就是两方面 一些就是政府的纵标项目 你可不可以迟些才 要求政府给钱 第二方面 那些税是否加准确一点 那甚至不排除可能是 就是会查税 这个是 如果政府 这个是全世界一样的 政府的水喉劲就硬定去查税 这个是很标准的做法 那另外来说 就是现在这段时间 就是那个 国库券的问题 其实都是有点点担心的 现在国库券在任何 可能违约前期 就已经导致大家 对这个 就是现在的票据方面的担忧 因为 美国现在就将这个 就是利率升到 已经是5.5到5.25了 上一个月 还是4.5到4.75的 所以我说很高 但是呢 这些这样的国债票据 和短期票据 很多利息都很低 是3.4 所以实际上来说 这件事 其实都不理于这些 票据的发行 还有我们之前 上一期说过 为什么那个 First Republic 为什么会倒下 其中一个原因 不是全部 就是它以一个 超低的利率 超长期的借给那些 上市公司 是一半之一的利率 那现在是5点到5.25 每个月 是4点多的 那同样道理 之前早期 发行的那些 国债和短期长期的票据呢 其实现在来说 都是等于在虚钱的 所以这件事 都会影响到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 这件事都会 如果是政府 为了约束 甚至说可能 还要剪期的 那它就可能 对金融市场 是会有相当大的影响的 是 石油哥 OK 那我们这一个 美国的国际 会不会违约呢 我们继续看下去 那我们会休息一会 回来呢 我们会讲一下大陆的 现在如火如荼 在讲的一件事 叫做 退路云更 或者退林云更 这些话题 那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 那它最后 导致的结果又是什么呢 今天请王先生来 一会儿和我们点评一下 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马上回来